我们用T型加三角形概括出小科技的脑袋 头顶是两个大大的三角形耳朵 中间我们用两个小圆画出眼睛 再往下是圆形的鼻子 W型的嘴巴 以及长长的舌头 接着我们把形再细致一下 眼睛一圈加重 中间加上圆形的瞳孔 高光的形状也要画出来 左右保持对称 不要画成大小眼哦 修饰一下鼻子的形状 两个小括号画出鼻孔 两侧的嘴角也用短直线给它画出来 耳朵一圈 这里加上毛发的厚度 再找到脸上深浅毛发的交界线 第一步打形 我们就完成了 擦掉对于的辅助线 我们从五官部分局部塑造 眼睛一圈 深色瞳孔 这里都要加深 高光咬育流出来 鼻子呢 先整体的平涂 再着重的加深鼻孔 底部这里颜色也是非常重的 嘴巴周围的嘴唇先加深 再把舌头中间的位置加重 搞定以后 我们把深色毛发部分 整体平涂先铺一层底色 再把耳朵周围 还有中间这里 给它进行加深 脸部叠加线条时 一定要注意 顺着毛发的生长方向排线 进行加深 这样效果是最好的 脖子之力要加上一点点重色 好 接下来我们把纸巾折尖 和前面的步骤一样 先去揉擦细节的五官 再去揉擦深色毛发 浅色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纸巾 换一个干净面去揉擦 整体过度均匀以后 我们用到硬橡皮 也是切出一个尖尖 先去体谅眼睛 鼻子舌头 这样的高光 再去顺着毛发的生长方向 体谅出耳朵里面 眼睛一周的浅色毛发 最后一步 同样的处理方法 用橡皮一根一根的 体谅出胡须 今天这个可爱的小科技 我们就搞定了 同学们学会了吗